大家好 看中國的觀眾 大家好 我是鄭敬基 是啊 其實我很開心可以找到你做採訪 不要這麼說 我榮幸是我的 因為我看到很多朋友 尤其是你們 周圍一個人要去很多地方採訪 也知道你們跑到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危險性的 我覺得你一聯絡我的時候 我能夠跟你做到一點關於 在自己對於香港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或者可以幫到一點點的 我都是很願意的 簡單來說 以前是一位在香港的時候 是做演藝人 演員 唱歌 歌手 很多時候對於政治的觸覺 對於香港的市民政治都是很低的 但是自從反送中開始直到今時今日 有很多事情發生了 都來了一個很徹底的改變 所以能夠可以幫香港發聲的時候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連網絡都不可以發聲的 所以你一找我訪問 Lucy 我就很開心的 海外的香港人都很關心我們香港的時候 其實真的很感動 所以要給一些掌聲留在這裡的朋友 那我又可以說一下我自己為什麼來了加拿大 其實在一段日子當中 尤其是近6月開始 醞釀國安法的通過的時候 那我就還沒有算是最前線的一些藝人 不過每一天都盡自己的力 在自己的視頻 或者在自己的Facebook IG都盡量為香港應該說的東西 就出聲了 直到有很多朋友都開始擔心 尤其是因為我的小朋友說 我的子女是在加拿大的 我本身自己在加拿大裡面 都有一個護照的 我一直向大家利身先 但是從來在這段時間 就像香港人一樣 大家都投入了在一個守護香港的行動 就沒有想過 直到我女兒 她就很少關心政治的 但是誰知道她問 爸爸你安不安全啊 小心點啊 她不是一次 因為我女兒很少 我跟我女兒都很好關係 隔一兩個星期又會問一問我 其實也跟其他 其他一些比較熟悉局勢的一些藝人朋友 就是王喜啊 其他的朋友都給了一些意見 其實我覺得 我們如果國安法一通過 所能夠說的東西 又真的不可以這麼直述 不可以黑就黑 白就白說出來 你就隨時有機會 可能被他的國安法 就會令你入罪 這件事大家都很恐懼的 尤其是藝人的本質 是有少少怕事的 要先承認 但是我那時候就反而想 自己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如果去到這個位 我突然間那段時間看到羅冠聰 他們當然之前都有 鄭文傑 有些去了台灣的手足 在國際那裡為香港發聲 尤其是我看到羅冠聰的時候 我突然間在想 雖然羅冠聰在國際裡面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那加拿大雖然在五眼裡面 他們有做到 也都是第一個國家 這個引渡條例他們終止了 但是其餘好像比較很慢 我就想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回到加拿大去幫忙發聲呢 那段時間我就開始慢慢去看一下一些機構 組織去幫香港發聲的 那又被我找到 在網上也找到 我第一個找到的叫做ACHK Alliance Canada Hong Kong 他們很為香港聯同很多社區 也有一些政治的領袖 他們都集合了很多人簽名聯署 那我就開始跟他們有聯絡 那時候我的心就慢慢很想去做這件事 那既然如果我的心這麼想做這件事 如果你在香港的時候 如果你在國安法 其實基本上你都是勾結外國勢力 我就在想 如果要做得更加仔細更加多的話 那這件事我可以怎樣呢 那當然我跟我太太商量了 因為她沒有親人在加拿大的 但是她就很支持我 那我兩個人就決定了 很短的時間 就在通過之前 那我們就飛了過來 就是加拿大的多倫多 就是加東這邊的 那就留在這裡 那每一天裡面 就是剛剛一個月左右 差不多 每天都為香港發聲 去見一些國會議員 那所以就 這件事是我的近況了 嗯 對了剛剛見到 你又講過了 你又回加拿大 就參與一些 就支持香港的活動了 嗯 那現在你那邊的發展是怎樣的 我最深的消息 就得到你們好像會 發一個 一天一蘋果的行動 是不是 是 其實那個口號 就 每個人都知道了 就是蘋果事件發生的時候 其實加拿大很多 就是全國加拿大裡面 尤其是溫哥華多倫多 最多香港人的 過了來 其實都個個都很擔心香港 也都有一些朋友 最近都是希望 一些加拿大政府 在那個 不論是救手足 前線手足 有些被欺壓的人 特別快些處理的 但是呢 一有蘋果事件發生的時候 大家那種凝聚力 就好像有少少像去年反送中 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香港人就 就算 那個地域呢 其實加拿大是散一點的 那些人 寬一點的 就開始 由810 就是那個黑色星期一 就是黎智英先生 當日被捕 有200個這些警察 根據這個國安法衝了 我們加拿大的香港人很擔心 其實一直看著直播 其實我們那時候就開始說了 就是一天一蘋果 中共遠離我 就是我們覺得 如果連香港蘋果日報 這個 就是跟世界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它不單止是代表新聞自由 就是代表這個中共的勢力 已經去到 就是連新聞這件事 原本一國兩制都沒有了 原來新聞自由 就在國安法裏面 就是都會隨時沒有了 那我就覺得 就是要有一句口號裏面 大家要容易記得 所以想 就是一天一蘋果 中共遠離我 那接著沒多久 就看到這邊有些組織 就是那個叫做 港加聯的一個組織 首先是多倫多裏面 我自己住在多倫多 就知道在 就是一個 這個星期日裏面 就首先是多倫多 我知道有一些這樣的集會 是為了香港這件事去發聲 也都給到加拿大政府 希望他們快些做多些事情 去制裁中共的 那當然幫忙一路談 那跟著原來一聯絡溫哥華的時候 那就已經 就是原來他們都開始了 那所以整個加西加中 就是溫尼泊 那跟著 就是奧泰華 就是加拿大的首都 那我們多倫多這邊 那四個全部呢 整個加拿大呢 就來了一個叫做 制裁中共營救手足的 這個星期日的大集會了 那整個加拿大裏面呢 就希望集合到呢 就令到所有在主流的傳媒呢 他們會留意到到底什麼事呢 這次是再出來 那我就叫那些朋友 喂 起碼你買不到蘋果日報呢 每個人手上拿著一個蘋果 那個蘋果呢 就是令到可能 就是外國的傳媒 他們會留意到 為什麼是一個蘋果呢 那我就負責 就是會有少少的站台 將這件事 就是中英對照啦 自己一般的英文 但是就是 去將這件事呢 講給所有的傳媒知道 這件不是單止 單一香港的事啊 所以這個星期一 這個接下來的星期日 8月16號呢 就是你們差不多睡覺 凌晨的 就是兩點多 我們就開始了 就是兩點半 到五點半 三個小時的時間呢 那有不同的人呢 就去到 就是 不同的地方裏面 就將 就是這件蘋果的事件啊 國安法裏面的新聞自由啊 那不同的人就會做這件事 去幫香港發聲 就是 一天一蘋果 中共遠離我 這個好號 是不是你拿出來的 嗯 我記得知道了之後 就是 就是 當時都沒有 有人 就是報紙一報了 就是怕著擔心 我看到是香港發起 就是一天一蘋果 真相 就是沒有人騙到我啊 你知道香港人很厲害的 那我自己身為一個 就是來到加拿大的香港人 就是怎樣可以給這邊 就是他們當時沒有一個共同的口號的時候 怎樣可以將這件事件 就是凝聚呢 我還想起英文的 an apple a day 也有很多時候 就是要保持中國人 或者繼續防疫情 或者保持中共逮捕 就是說 很多時候如果我們沒有一份真相的報紙的話 我們 就會被中共的謊言啊 很多時候裡面所說的東西去洗路 那所以在外國裡面 我覺得 除了自己香港人說香港的事 大家都會互相聲援 我们更加需要国际的领袖或者国家可以做多些 我今天看到一个BBC的访问关于黎生 主持就问黎智英先生 你觉得国际做得够不够呢? 问黎智英先生 黎智英先生就回答 国际其实是做了很多事情 不过当你问到足不足够的时候 他说只有历史可以知道 到底什么叫足够呢? 如果当水深火业的香港这样的时候 历史要告诉我们 到底国际的社区 国际的组织 大家会不会做得够 用力了 所以这个因为苹果中共远离我 我记得一发生了苹果事件的第二天 我就不断意寫出来 然后可能有些人摘取了 但是那件事我希望很简单 如果你在香港人 都不断意寫苹果的意思 但是这个苹果已经 我经常都说了 都已经不是再是香港人的事 是全世界的事 那这句话就变了你的金桂了 不敢这么说 不过希望多些人想到这件事 我最希望是 既然身在海外 你知道香港现在很多人都 就算你们做传媒的都很困难 任何事都被你拿到证据 那我们既然在加拿大里面 容许我们可以 没有恐惧地去表达的时候 那我唯一可以做一些事 就是香港人如果一做 可能成为一件事 或者你把一个口号创作出来的时候 随时变成分裂国家的罪 那这个责任应该 给我们海外的香港人 去关心去做 这次的集会 现在的集会 知道你说加拿大那边 有四个城市 那其实预计 能不能预计到有多少人参与 还有其他国家 是不是都有这个行动的 我知道三藩市 纽约都有的 为什么呢 那件事都是因为 很多人一直有追求《苹果》这件事 当然是一件不开心的事 因为整个新闻 就算一传媒老板黎生 当然他现在都不知道 到底什么时候裁判 到底他现在要不要被送中 暂时他在香港安全 发生了这件事 大家都会很关心去做 我知道这边不单止整个加拿大 我看到应该是今次 希望每个城市里面 以往可能只是过百的 今次我感觉上 香港很多朋友都因为这件事 凝聚了他们会出来的 今次是一个很大的测试 希望自己关心香港人的朋友 真的要出来 因为这边都是这样的 因为一出来以往来说 都很多在一个这么自由的地方 拥抱这个世界价值的地方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相反的势力 就是中共的一些出来喊口号 在一个地方甚至乎 他会在你喊支持香港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大大声 我们说Free Hong Kong 他们说Free China 其实上次都出现了这些 需要一些警察来调停 因为这边都是 擁抱世界民主 今次我们都要指出一件事 很多人常常问 喂 你是不是中国人来的 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呢 其实我们就是 因为正正我们是中国人 但是我们不想被 这个中共极权 这个共产党CCP 控制下的中国人 因为CCP 就是中共 不代表中国的 其实 因为它短短做了 就来70年 但是令到整个人类 历史上的 实在受到太大的打压 其实我刚刚就 昨天在我门口 收到一份 不是买广告 一个门口收到一份 想都想不到的东西 我都会带去现场那里 但是 大家看到了 就是当日 第二天 大家都担心 到底苹果出不出到呢 结果 他们说就算 那天出了一张白纸 全香港人都会支持 结果那天就卖了55万 就是出了 印了55万份 我就拿着手上 拿着其中一份 就是用了两天多的时间 我多谢我一位朋友 就是一位教授 第一第二天 就是说 都用了 它存起了两天 立刻寄给我 我就拿着这两份的时候 我就会拿到我的地方 就是在发言的时候 我会举起苹果 希望多人的 但是我真的很难预测 因为我自己也是新丁的 来到海外 我只知道我的角色 都很多人认得我的 就是他会觉得 郑敬基 你不是在香港拍戏的 有些人有跟我近些的 新闻 他会知道的 但是 也有一班人来得太久 他对香港冷感 对政治冷感 我希望今次他回来 自己所说的 既然可以有少少 凝聚宣传力量 我就去做这个角色 你那一天发言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要讲些什么 传达一些什么信息 我想是 首先要给 第一 就是为了香港的危急 首先发声先 就是讲到 最新的一件事就是 苹果事件 隐身的 对香港人那种危险 是什么 第二件事 就是说 正正就是 中共的政权 不单止是 发生在香港 而且在加拿大里面 都滲透了很厉害 所以 两个信息 最主要就是 香港的危急 希望 这件苹果事件 大家看到了 光天化日 二百个警察 就是冲进去 就是要封你的报纸 就是要对香港人里面言论打压 那这件事 不单止再是香港的事 因为在北美这个地方 甚至乎澳洲也好 英国也好 尤其是我自己的加拿大 我知道很多的媒体 不论主流的电台 华人的电台 电视台 都已经被中共滲透了 那这件事 我是希望引起 就是加拿大的国会 加拿大的政客 他们需要知道 如果他们不再这样做 整个加拿大的自由民主 遲些都会被中共这个 极权的一种滲透 都会影响加拿大人的生活 因为说你都不信 可能将来10月1日 我们知道了 中国这个共产党 是70周年 他们自己的国庆 就是他们用这个东西 但竟然在加拿大里面这个地方 当两位加拿大人 两位米糕 被人差不多500天了 就是被人捉了 就是被中共说他们是间谍 捉了他 到现在都没放出来 在一个加拿大 两个加拿大人 就是被人捉了的时间 竟然在本地里面的一些市长 华人的议员 他们完全都默示了这件事的时候 甚至会提议 在10月1日一些广场里面 升起五星期 那这件事我们真的要 就是对于加拿大里面 其实加拿大人 他知不知道这件事呢? 很多人常常都想用这个多元文化 就是加拿大 他最主张的东西 因为很多移民的 英文是multiculturalism 就是多元族裔的互相包容 但是很多政客呢 因为可能给他们有很多洗脑 利益输送 而将这件事变了一个面具 不好意思 不要紧 嗯 他变了一个面具呢 就 令到这件事呢 帮中共这个政权 在这边呢 好像把它很正面化 跟你很友好 那这件事是最大的危机 所以一定要 在那天里面 其中一件事就是 第一 我们要知道 就是共产党 这个党 不代表中国 共产党 是将一百万的维吾尔族人 是锁起了 就是共产党 就是令到我们香港没有了 新闻自由 一国两制没有了 现在在世界各地都在做这件事 所以这两个信息 我想就是我要带回去 就是在发言的时候 尽量讲出来 那希望如果能够讲得清楚 因为实在很大的题目 但是尽力 我相信历史和正义 就是每个人的角色 只可以尽力而为 我也是坐完这边 隔离14天之后 就有一些群组 他知道我在香港的时候 在我自己的平台 都很为香港发声 那他们第一次我记得 就是为了香港元朗721这件事 集会 他传了给我 那我就去咯 我和太太 那谁知道他们就邀请他 你愿不愿意 可以讲一点 关于香港的事 那就是意不容辞 就是意不容辞 因为觉得 第一自己就很卑微的 就是因为自己又 就不在元朗里面 不过就是在香港 当时见证很多东西 但是当人邀请你的时候 我觉得 就当日开始了 那就是第一次的 但是我每一天就是说 因为我很没有 这边是没有其他人 这么准备好 怎样可以和国会议员联络 直至那次出来之后 当然除了有很多组织 有开始和我联络 我觉得也有机会联络到一些政客 那时候我就觉得慢慢开始了 自己这个 就是为香港争取的支援 国际支援的 踏出了第一步 但是与此同时 也都招惹了一些 即是立即有一些群组 将我的言论 CATO 在本地里面的所谓一些蓝丝 甚至乎一些中共拥护者 他们的组织立即发放出去 说郑敬基想搞乱加拿大 在一个平静的土壤里面 想令到这边好像香港那么乱 都收到这些的 也有人说要小心一点 曾经有人试过去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 都被人恐吓 跟香港一样 这个正正就是我们不可以被他吓到 如果来到加拿大那么远的地方 原来他们都说 有人会找他们给卡片 他说你那么熟香港 我要跟你谈一下电话 都有这些国安的恐怖恐吓在里面 但是如果个个都因为这样 而不做事不发声 那香港或者全世界里面的民主自由 迟早就被他这些恐吓里面 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里面 只要乖乖地不出声 那才行 那我就觉得不可以这样 所以你说我是不是整个出来 不是的 不过今次是第二次 但是今次就准备的多些 也都每一天里面 开始跟不同的组织 为香港 加拿大刚刚过往这个星期里面 有一个听证会 叫做中加委员会 就是每一年里面 要重新去重温一下 到底中国在加拿大这里的影响 就有很多人权组织 国际的一些 少互人权民主的一些组织 尤其是华人的组织 都出来到听证会 把证供说出来 去制定未来的加拿大政策 所以这件事 就是很努力做的 我也跟一些不同的组织里面 是有联络的 也都有些组织 是特别为了一些 前线的手足 提供一些支援的 不论他来到这边 是怎样的 也有些人现在 生活在恐惧之中 的时候他可以怎样的 都有一些 我听闻在多伦多 或者是温哥华 甚至乎 Kalgary的地方 都在做 是的 所以自己都担心 短期内 应该都 不会回到香港 因为这件事 回到香港 虽然自己是微不足道 不过在做的事 又的确在加拿大里面 又真的在联络着外国的组织 我不知道在国安法里面 这件事是否叫勾结外国势力 所以这件事都是自己要提醒自己 在外国尽量做的 做得多少就多少 代表香港都去说一下 是 我想我来得迟了 因为他们已经完了 刚刚一个星期里面 我所知道 因为其实他们都不是 就这样找个人说的 他们都要有一些人真真正正 受到欺压 包括有些 好像我认识的一些 在加拿大的新闻工作者 编辑的纲位 是怎样在自己的传媒里面 是被一些叫做 自我审查 勸语 甚至乎一些报纸 你不可以下一些支持香港的广告 这些是有些证人证据都在说的 如果下一次或者其他机会 他们有什么事情 要叫我说到 以身为一个创作者艺人 有什么发生呢 我也可以说的 因为我都得得确确 因为自己的政见 不获俱约的 因为香港的TVB 他们因为艺人的言论 有一个黑名单 明明自己私人时间的事情 他们一说出来的时候 就用一种很远的打压 早知你如果这样做 你就不用拍戏了 也回到大陆工作之前 在去年六月 我收到一个在娱乐公司的朋友 说郑英基你小心点 你已经入了黑名单了 甚至乎是有一些朋友 在大陆有生意的 他说 需不需要帮你澄清一下 你说那些记者是乱报的 说你很支持香港的人去游行 当时香港游行是合法 也是表达很愿意的声音 我的确确也是觉得 身为一份子 当然是支持香港民主自由的 你表达没有问题的 就是因为这样 如果你想继续在他们这样说 如果你想继续在大陆 找钱 找人仔 这样做一个澄清 我就过不了自己的良知 就在去年六月开始 我就决定不再踏足大陆这个地方 找他们的一些这样的钱 我先问抗争这一部分 就是问你个人的发展 不好意思 其实你去加拿大就几个月了 其实我听你讲 其实你这段时间都在参与 支持香港的东西 就是帮香港的手足 其实你在这几个月的期间 你有没有观察到加拿大的人 加拿大的镇耀 或者加拿大的香港人 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他对香港的那种关心的程度 你会怎样形容呢 我回来过几个月 就未到几个月 不过在这个几个月的我所预见里面 如果普罗大众 其实是很关心香港的 我以为会有些人走过来 郑英基你过来不要乱搞啊 没有 我遇过的反而是一些 什么年纪都有 有些年长的 我就很惊讶 他们走过来 郑英基加油啊 你做得很好 我们会支持 但是有些年轻的 这边所谓长大的CBC Canadian Born Chinese 我们叫他做 他走过来 突然看到我 我戴着口罩 咦? Are you Joe Tay? 他说 It's an honor to meet you 他说 你是不是静英基啊 很高兴认识你啊 他说多谢你做这些事 一些本土长大的人 原来都有留意香港的事 我说你记得 未来星期日去集会 这个是普通市民 在一个个人层面 他很愿意表达的 但是我们知道整个加拿大里面 尤其是现在这边的保守党大选 就是他们的党魁 就是保守党 我见到他们都很努力 想得到香港人的支持 但是我见到 香港人的团结这方面 当时可能未出现 苹果日报事件 其实不是很多人走出来凝聚 或者应该这么说 反映到香港人 其实是关心香港的事 但是去到一些国际层面的政治 可能每个国家 其实在加拿大都一样的 世界里面 为什么我要理香港呢 原来有香港人的选票 或者海外的 如果你是美国 就是美国的香港人 或者是拿着加拿大的加拿大 加拿大的香港人 就是如果你是 就是看到 原来这么多人 那边都是选票 但是他们的议题 就是很关心香港 那这件事他们是理的 也都见到他加速的 就是因为听证会之后 他们都里面 很多政客 你想都想不到 他又真的有帮忙 发放关于香港言论自由 他们都很了解到 《苹果日报》这件事 所以我会说是五十五十 我希望《苹果日报》这件事 是加速了大家的凝聚 就是要慢慢的 慢得来是 因为他们又要制定一些政策 又不止 因为这个民主国家就是这样的 就是要开很多会 等一些政客签名 那我们就是 现在希望有很多政客去签名 尤其是现在我们觉得 其中一个就是要快速些 去帮香港的手足 快速些 简化些 所谓之前是lifeboat 救生艇计划 我们直接说 不单止是救生艇计划 有些人在加拿大里面 是拿着学生读书签证 但是呢 他们又出来示威 也被人拍了照 那那些怎样呢 一回香港又是被人知道 这边又有这边的中领馆 整天都派人出来拍照 他们又出来示威的时候 那原来这边还有一个奇怪 就是如果你要续这个学生签证 是要走进去中领馆那里 那就很多人都很害怕了 所以这件事就令到 另外一个议题 我们就是要做的就是 令更多人知道 香港这个事 已经伸延到加拿大 所以 就是多了的 今次这件事 我相信这个星期日 会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到底会不会再快些 这样 你有没有看到一些香港过去的手足呢 其实大家都比较关心他们 在海外的那些情况呢 其实你有没有注意到 有没有看到他们的 我呢 就刚刚昨天接触到一个组织里面 他在那些人的家里也好 有两三个 就是我没有亲身见到他的 但是他们就亲身接触着这帮手足 那有些呢 其实呢 就很罪够感 心理上高 就是有些人要吃药 就是大部分的海外的手足 而是因为香港的时候 流亡了过来 还没回到香港呢 都去找这些组织 其实有大部分人都有那个 创伤后遗症 有些人很小的啊 他们过来 最大都不 我听到是22岁 有些人小的十几岁 个个都很有罪咎感 他们觉得放下了香港的手足 过来 然后在这边呢 就在那儿等政府啊 或者那个档案 就是那个档案 就是那个档案 开个案子给他们 去快点 可以融入这边做事 那就是慶幸的 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些 加拿大关注香港人的组织呢 就在这方面 在这个支援上都很多的 也都这方面 关于移民的那样东西 他们都很熟悉 那就有做这样东西 那都相当快的 那因为为什么呢 需要政府给人道支援啦 就是一些生活上的资助啦 医疗啦 就是这些东西都很紧要的 那就是他们就有这样东西 那有些呢 就听闻有一个 都挺不开心的case啦 那就因为真是太挂着香港呢 那他都放弃了在那儿等 那就冲了回香港的了 所以 那所以 看到这边的人 都有一些破碎的感觉 我就 立刻跟那些组织的领导人说 既然你们有些这样的时候呢 我很愿意用些时间 畢竟我都是一个他们认识的人 就是他们如果当他们觉得很无力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可以做的事就是 就是可能给一些安慰啦 就是起码 这个郑英基我们认识的喔 就是在这个说话当中再次鼓励他们啦 就是我们就是在海外里面 一样那么重要 就是如果大家 就是没有了那道气啊 没有了那种决心呢 就是他家人很担心啦 第一我们不希望他们 就是继续吃着那些叫做情绪药啦 就是我们都希望他们会好些 所以我未来的任时间呢 就是很多人说 啊你做什么啊 其实我会有些时间 想去接触前线的手足 去过来流亡的朋友 在一个心理上高跟他们 就是一个大哥哥 或者你叫我一个废老叔 跟他们聊聊天 那都可能帮到他们这样 那现在你在那边的生活会怎样呢 现在你在那边的你的工作啊 事业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都是停顿了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的事业是为香港 就是虽然我是一个唱歌啊演戏啊 就算在疫情当中大家都停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想是 就是这几天 这个星期里面 比黎智英先生的一些说话 更加鼓励了 就是他73岁 人家问他怕不怕啊 他说我不怕 但是就是香港给了这么多东西 他就觉得在人生里面 最开心的是什么呢 做对的事 就是当你做对的事 也都如果有些什么 不测的时候呢 他说都是一个主的祝福来的 那就是我觉得 这件事给了我自己 很大的鼓励了 就是其实 就是人的生活 或者你吃多少 穿多少呢 都足够的 但是就是如果 你想起来 你没有做的部分 是反而日后会 可能 为什么那个时候 就是我不想变成 好像来得太久 这边很多人说 这边很多移民都突然 为什么多人 都这么多蓝丝啊 这么多人好像 反而罵香港啊 我就想改变这件事了 就是等他们重新了解一下 香港怎么样了 还有最近一个 我也很关心 因为我自己是个基督徒 那我就看到一些 牧师都要离开了香港的 就是那个信仰 其实这件事 就是另外一件事 当言论 新闻自由都被打压 现在宗教自由 就是信仰自由 他们可以被国家说成是一个 一个洗脑的 就是对于香港里面 一群年轻人 藉着信仰去洗脑 所以是属于一个 颠覆国家的行为 而搞到这些牧师 就是有些是去年 就是那首大家都很明白 都记得的 唱了九个钟头 亦都是当时有两位牧师 其中两位牧师 就已经离开了香港 放下了家 我都在联络着这边的一些 关注香港的牧师组织 亦都是和国会很相熟的 就将这件事也都带出来 因为这件事又是很危急 我觉得 香港人除了言论自由被打压 原来这件事 牧师都会变成下一个目标 所以你说我有什么事 我想暂时做着这些 好在自己的网上高平台 自己的其他的事情都做着一点 我迟些会有自己一个网台的成立 里面有视频 有直播 因为我觉得YouTube 暂时都好像OK的 但某程度上 你都会很担心有一天 尤其是我们这些亚洲YouTube 很多时候他们里面的偏测 突然会有一天 帮你停下的时候 那会怎样呢 所以自己都要建立一些安全的平台 可以继续发声 再想自己 我都会做一个网上的音乐会 831 用香港晚上的时间 会跟这边关注香港手足的一些朋友 音乐人一起做音乐会 一路继续支持香港 到时大家有什么支持就支持 好在有一个很支持我的另一半 特别在那里 多谢他对我的 可以决定要做的事 他很百分百支持 令到我很放松去做 我见到你见到香港 很多东西都放不下 我觉得你有了就是有了 你在街上见到任何一个人被人欺压 这个人是应该有的 不过我们以往就 觉得是做了自己的事先 比较自私一点 但是由反送中到现在 原来大家都是有关联的 大家都是 只不过有些人 选择不出声 我以前都不是一个非常出声 发声的人 我很体谅他们的 但是如果你有感觉的事情 你就发声咯 就是你发声的时候 哪管他是感动到一个人也好 或者是十个人也好 可能那个人会改变很多人的 还有你不知道历史在哪个时刻里面 是会做些事情的 所以尽力而为咯 或者有些人更加 你想一下 我会更加担心 好像黄之锋 你想一下周庭这些 就是他们救了 如果中共要对他们做任何事 绝对可以 因为有了证据的嘛 国安法 但是正正因为我们 那些人全世界都在声援着 这些的朋友 他们才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不可以这么自私咯 其实你是一个艺人 你转责了你的发声 都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工作 发展 甚至乎找大钱 其实你这样有没有想过 你会收费很多呢 之前会有 老实讲 之前会觉得 是啊 没有了一个市场 不过其实以往的经验 自己去大陆做事的时候 其实你会听到很多说话 如果不是大陆 你们香港死了很久了 现在香港这么小 市场又这么少 其实就算你去赚这个钱的时候 他们永远不会觉得 因为是你的工作能力 他们会觉得是他们的恩惠 你自己每一次赚的钱 其实感觉上有点委屈的 你是为了钱 没办法啦 但是自从那次 其实都跟传媒有关的 很多谢那位 其实我去到一个派对里面 其实是化妆舞会的 我为什么会走上前线呢 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那天是一个化妆舞会 也是全香港最大的制作公司 请了很多艺人 突然间我见到一个场面 突然间有一帮艺人 突然间恋开了 明明在谈谈 访问着 突然间恋开了 但我看到一位 我雙熟的记者 他很无奈 他是《苹果日报》的 一直在问 那些艺人 你觉得这个星期一六月九 你知不知道是否遲来游行啊 蛤 艺人的惋开 他说了一句说话 他说 我想你都不愿意做的啦 但我认识了他十几二十年了 以往的人跟他是做娱乐版 那是很实际的 那时候我们个个都很希望他访问我们 因为去到这些事都弹开 我就觉得人情冷暖 因为他也是一个爸爸 我就知道他是个小孩 要交差的 我问什么 我就告诉他我当然支持 香港人很轻松地说了 想不到第二天 就被一些香港的群组 把我这个言论 郑基鼓励香港人出来游行 支持港独这件事 就封传在中国里面 由中国的朋友WeChat 和我说 喂 需不需要帮我去洗白 帮我平反 我心里面那一刻觉得我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那个人很光明磊落 问我一个问题 我也是愿意接受的 如果很多艺人会 你帮我搞定他 但那一刻我真的说不出 真的说不出 我觉得人家有一个工作者 家里有两个小孩 你这样做 就是误了别人的黑变白 我过不了 那我就觉得 从那天开始 我觉得不可以这样 原来赚这个钱 慢慢慢慢就被人觉得 哇 你很感言 其实没有 我是一个不感言的人 但我觉得原来说 真的说话是很重要的 原来一路说真的说话 就有黑名单 没有钱赚了 连电视剧 就算受欢迎都没得拍 就是你会看到 如果再留在那里拍的时候 你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你是不是这一世都是 想做一些 噢行啦 不出声 那其实你不出声的同时 你会令到很多 香港的年轻人 受到压迫 被消失 被打 被入狱 没有了自由 没有了家庭 那我常常都这么想 如果我们这些小的 艺人 出一点点声都有人留意 我其实很痛心 例如那些天王级啊 拿影帝啊 的一些 就是其实他全部的东西 都是拿着 拿着 就是香港 取之香港 就是其实他看不到 这个世界 是有很多 有国际市场 在那里 他们决定就是 拿这个单一市场 中国的市场 你想想如果那些天王 只是说一句 嗯 你们如果有 就是 拘捕了一些年轻人 你拘捕了 你可不可以 不需要打他 这件事 不需要 这样整伤他 那你想想 就是我想 没有人 就算中共 那么大的力量 四大天王 如果说这些东西 被人消失了 我想都 世界关注了吧 只要他说一句 他们自己都有 就是小朋友的 但是他就可以 令到香港 安全很多很多 就是 譬如说 传媒是我们的朋友 希望我们香港 有言论自由 那这件事 是一个世界的价值来的嘛 为什么这帮艺人 是不会再出声的呢 所以 不能问为什么 就是他们 他日后会自己 对自己的良心 对他自己下一代 去问责啦 那我自己就是 是会没有了一些主要收入的 但是又快乐了很多 就是我真心快乐 我很轻松啊 现在 那 就是你如果 只是为了生活 舒服而掩盖 那个良心呢 我就做不了了 就是现在做不了了 起码 那我希望这一世 都不要改变这件事了 就是希望 令更多人知道 就是良知是最重要的 做人 就是你想想 你的下一代 我们都常常都 就是教下一代 你们做人 要做个好人 是不是 做个好人 就不只是为赚钱了 做个好人 就是赚钱的同时 能够 就是一样关心社会 有见到不公义 要出声 如果不是呢 我们就是 一个 贪图自己安逸的人 是的 嗯 其实你的选择呢 你的另一半 你的儿子 是不是都很支持你呢 我的另一半 就肯定百分百支持我 他自己都 对于公义 是很追求的 所以我很多谢他 令到我每一天 觉得我没有走错路 但是我的儿子 他们明白 我很多时候 将一些国际有英文 那些翻译的一些 由反送中的时候 给他们看 他们都很支持我的 那就是他没有去到一个层面 就是说 跟你一起去走出来走 就是因为这边 没有一些 就是这样的游行 我想 就是迟早 他们都会感觉到的 就是我觉得 民主这件事 是不是逼出来的 就是正如这边 反而他们最 最发声的是这边 就是对于一些 在这里长大的 一些中 就是华人 那样 他们反而 之前不是有些黑人 被这边 就是美国的警察 跪断了一条颈死亡呢 他们就这边 对于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黑人的生命 要重视 他们就很出声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 经常要把这件 香港这件事呢 就是要告诉他们 是一句 不是香港的事 就是言论自由 啊 新闻自由 啊 就是信仰自由 呢 是一件国际的事 就是说 当他们知道这件事 就是 All Lives Matter 那我就希望达到这件事 但是其实他们支持我的 不过他们经常都说 小心点啊 爹地这样 嗯 那其实现在呢 你都专注了 在帮手抓这条线啦 那迟些你的 艺人那个事业呢 有没有想着 可以何时可以再发展呢 或者是什么空间去发展呢 那当然是光复香港了 才行啦 就是这件事 就是我又觉得 未必那么消极啊 就是我觉得 就是现在国际的制裁啊 你看到 就是那种力度越来越强啊 就是 就是首先那个 经济制裁方面啊 特殊地位啊 都已经很大回响了 就是 就是你看得出 就是这段时间 对于香港里面 那种 就是中共那种压力啊 你看到 就是 就是 都没有那么明目张胆 就是 就是 就是没有那么 日日发生 就是有发生 但是呢 就是找人跟踪你啊 许智峰议员又被人跟踪啊 然后警方帮他们走掉啊 那这些都是 就是 是 是 是一个好消息来的 所以我觉得 就是那段时间 之后结束了 才想怎样拍啦 就是不用一定 就是说 哦不如你们 就是抗争的人呢 走到一起 搞一些制作啦 因为其实你搞一些制作 就是 亦都是可以 被人用来做证据 又不怕得多少的了 你又不会在这段时间 困难的时候 特别收人很好的钱 那 就是不如 就是各人做着一些东西 就是 生活模式就是 喂 就是看饭吃饭 OK 就是黎智英先生说 煮到来就吃 就是这样 就是 用这个比较 弹性一点的生活 会 我觉得好一点 嗯 所以暂时这一段时间 都要在那边 帮助香港的搜索先 是 一定要 一定要 是啊 你要什么跟香港人说 啊 好啊 多谢你香港人 每一天里面 都很挂着大家 我之前有少少觉得是 嗯 等下了香港有些罪咎的 那在这儿 请大家原谅 大家明白 但是去到 国际这个 这个 来到加拿大这个地方 我每一天 都 为大家努力着 所以大家顶着 呃 我记得引用一位 就是 一百毛的 林逸熙先生所说的 就好像我们香港人 最喜欢买的绿合彩 你 不忠 你不会不开心 你不会不开心 你会每一天 每一次 每一期 都买这个绿合彩 希望我要中头奖 所以我们香港人呢 每一天 都要 撑着这个新闻自由 撑着言论自由 一定得的 我相信 而且很快 那我们旅外 一起合作 就是大家一起为香港 努力发声 希望 尽快香港 可以成为我们 我们以往的无恙 谢谢你 不用 多谢你 不愿意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 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 你 你 不愿意 你